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它有个比较特别的是 互置或杂 其实它的名字就是互相排斥的意思 也就是说看输入的两只脚 到底有没有互相排斥 有互相排斥才是真的 所以只要输入是不同的 那么输出就会得到1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两个 你看它的输入是01的时候 输出会是1 它的输入是10的时候 输出也是1 所以只要是输入是不相同的 就会造成输出11 或者我们用另外一个说法就是 当它的输入是相同的时候 那么输出就会是0 只要记了这个规则 那么互置或杂其实就很容易学习了 那么它互置或杂的布林代数 把它写成F等于A XO B 这XO是一个加法 然后外面包含了一个圈圈 这一个符号 这是以前我们比较少见的符号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反互置或杂的符号 反互置或杂它跟互置或杂是一样 但是在输出端我们多了一个小圈圈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 这个小圈圈其实就是反向的意思 所以反互置或杂的输出会刚好跟互置或杂是相反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反互置或杂它的真值表跟它的功能 这是反互置或杂它的真值表 它在00的时候输出是1 输入是01的时候输出是0 输入是10的时候输出也是0 输入是11的时候输出也是1 这时候我们可以再看 因为它刚好跟互置或杂是相反的 所以我们刚才互置或杂是说 输入不同就会输出1 所以这里是输入不同就会反而是输出0 所以我们看到它输入是01的时候输出是0 它是10的时候输出也是0 那么它是变成是在输入是相同的时候输出才会变成1 所以输入是00的时候输出是1 输入是11的时候输出也是1 所以反互置或杂我们可以说 用一句话来说它就是 当它输入是相同的时候输出就是1 输入是不同的时候它输出就会是0 这样比较容易把这个整纸表给记下来 那么反互置或杂它的不灵怠数 我们把它写成F等于A XNOR 那这一个呢符号呢 它是一个小点然后外面再包一个大圈圈 用这个符号来代表反互置或杂的意思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常用的互置或杂 反互置或杂的元件 在TDL常用的互置或杂有74LS86 在CMOS常用的互置或杂有4070 在TDL常用的反互置或杂有74LS266 在CMOS常用的反互置或杂有4077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互置或杂 反互置或杂的实验 这是互置或杂的实验电路 我们选了一颗IC叫74LS86 那么我们在74LS86的输入把它接00 然后看输出结果是如何 在74LS86的输入把它接01 看输出是如何 然后接下来接10 也一样看看输出是如何 最后再接上11 看看输出是如何 接下来我们就来接这个电路 首先把74LS86插到面包板的中间 同样要注意每一只脚都要个别分离 不能连接在一起 接下来再把74LS86所需要的电源脚 接到正负电源的地方 接下来再把滤杂讯的电容 把它接到电源输入端的附近 最后我们决定选择用左上角的这一个74LS86 来当作我们的实验元件 所以我们在左上角这一个逻辑杂的输出端 接了一个10K的电阻跟LED接到D 用这一个来当作输出 来观察输出到底现在是0或是1 1的时候是亮起来 0的时候是按掉的 输入输出接好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把面包板的电源 正负电源把它接上去5伏特的电压 接好之后我们就开始来输入端 来输入首先呢 把输入的两只脚通通接到D 就是接00 我们来观察这时候LED到底是输出 是1还是0 是按还是亮 接下来我们把输入的两只脚 接0跟1 一个接D一个接VCC 来看输出这时候是亮还是按 是0还是1 接下来再把输入端接1跟0 也就是一个接到VCC 一个接到GND 然后来观察输出这时候 是亮还是按 是1还是0 最后再把输入两只脚都接到VCC 也就是说两个都是接1 然后来观察输出 这时候是0还是1 是按还是亮 做好上述的实验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实验的结果填入 这个表格里面 然后跟我们前面讲的真值表 来比对看看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反复吃货杂的实验电路 反复吃货杂呢 我们选择一颗逻辑IC的编号是74LS266 74LS266我们要看一下它的接角 其实跟前面的接角又不太一样 它是两两相对的逻辑杂 所以接电路的时候还是要特别小心 不然有可能就会出错 然后把这一颗IC给烧毁掉 那我们这一颗零件一样 在速度端会接00来观察输出是0或是1 然后在速度端接01来观察输出是0或是1 然后接下来在速度端接10来观察输出端是0或是1 最后在速度端接上1跟1来观察输出这时候是0还是1 接下来我们来开始真正实作这个电路 首先把74LS266插到面包板 接下来我们把74LS266它的电源角 也就是第14角跟第7角把它接到正负电源 接下来再把绿杂性的0.1Micro的电容 把它接到靠近电源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准备选择右下角这一个缓护吃货杂 来当作我们实验的对象 所以我们在这一个逻辑杂的输出 把它接一个10K的电阻和LED来当作输出的显示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面包板的正负电源接上去 接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输入端开始输入00 也就是两只输入角都把它接到地 然后观察输出这时候是亮还是暗 是1还是0 然后把它记录下来 接下来再输入了两只角 一只把它接0 一只把它接1 也就是接地跟接到VCC 然后观察输出 这时候输出是亮还是暗 是1还是0 接下来再把输入端接110 也就是一个接到VCC 一个接到地 然后观察输出这时候是亮还是暗 是1还是0 最后再把两只输入角都接到VCC 也就是1和1 那么观察输出这时候是亮还是暗 然后把它记录下来 记录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填到这一个表格 然后呢 填好之后可以跟之前我们教的来比对看看 是不是跟我们教的和实验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经过上述的课程之后 同学们应该具备这几项能力 第一个就是认识互吃货杂 反互吃货杂的符号 第二个了解互吃货杂 反互吃货杂的真指表跟它的功能 第三个了解市面上常用的互吃货杂 反互吃货杂有哪些编号 最后要能够以实验电路的方式来验证 互吃货杂跟反互吃货杂 它的输入跟输出之间的关系 同学你学会了吗 如果还有不了解 记得回头去看一下